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的错了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蓝王鸡心头如同被软糊糊的爪子挠了挠 挠开了一条缝隙 然后软软的塌陷了进去 他反手紧紧的攥住了魏无羡的指节 拧着唇没说话了 魏无羡悄悄的打量了下他 总觉得还在生气 捏了捏他的指节 道 气消了眉 蓝王鸡低垂着眼睫眉出声 魏无羡又捏了捏他的手 懊恼的叹了一声 还在生气啊 蓝王鸡正欲出声 脸上却是忽然触上一股温热 微微诧异的睁大了眼 那几个少年自觉的和他们俩隔开了一段距离 走在前面叽叽喳喳 现在一行人已经绕过市集 穿过几条无人的巷子 快要走到临花屋门口了 魏无羡亲完了以后 就又四下确认了没人往这边看 笑嘻嘻地道 气消了眉 他发现蓝王鸡似乎对于亲吻格外受用 之前好几次都是亲了就气消了 因而亲一下总没错 蓝王鸡还没缓过神 万万想不到魏无羡在光天化之下就亲自己 以时耳根通红 压低声音道 你 魏无羡责了一声 又是看了眼前面低人 接着 他飞速地伸手搂过蓝王鸡的脖子 在淡色的车上啄吻了一下 破 这一声轻得又湿又软 还带着细微的水声 唇半软软地蹭着蓝王鸡心口一麻 差点控制不住将人按在怀里一顿狠亲 然而魏无羡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多么害人的事 只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苦恼地挠了挠后脑勺 再不气消 我就真的没办法了 他在蓝王鸡面前 不如哄别的小姑娘一般轻车熟路 魏无羡正想说话 手腕却忽然一紧 接着 两个人错开一步 在小巷子转角处停了下来 渐行渐远的少年们似乎没有注意到 身后两个人不知何时脱离了大部队 更是不知道黑色的衣衫 微微颤了一瞬 无声地随着拉扯收束回了白色的墙后 直到被拢在了交叠的影子里 十 五 你嘴唇为何这么红 将成皱了皱眉 鄙视道 我们还以为你们走丢了 原来你俩方才是顺路吃东西去了吗 魏无羡亲嗨一声 总觉得浑身那股发软的剑还没过 敲了敲桌上的汤中 喝汤 别废话 蓝旺鸡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竟然按着他在墙上亲了很久 江燕黎浅笑看着他们 柔声道 阿线和旺鸡回来怎么也没提前说一声 我和阿诚好去码头接你们呀 魏无羡喝了一口汤 不用那么麻烦的 师姐 江燕黎和蓝旺鸡还算熟悉 上次在云深不知处也说过话 还教过他做菜 魏无羡这次回来带着蓝旺鸡 也是算做自己的弟弟一般对待的 因此倒也没有显得格外居这里 让大家都轻松一些 十七岁的少年 本就是个格外有礼的人 从近连花屋开始 并一直保持着安静 在对上自己道理的师姐时 蓝旺鸡难得有了些拘谨 江 蓝旺鸡顿了顿 声音还是平静无比 却听起来莫名有些乖 师姐贸然拜访打扰了 江燕黎忽然觉得 心里软乎乎的 看着这两个成了亲的少年 笑着捂住了嘴 声音细细地道 怎么会 魏无羡自己叫蓝西辰大哥 还没觉得有什么 听到蓝旺鸡叫师姐 就觉得心里酥酥麻麻的 这算是带人认了亲吧 魏无羡说不上来这是一种怎样的具体感觉 就是下意识地想要和蓝站在亲近些 尝尝师姐的汤 魏无羡演示心里那股微妙的小心思 忙不迭地找碗给蓝旺鸡成汤 仿佛生怕他在云梦带得不自在 无时无刻都注意着蓝旺鸡的表情 江燕黎轻轻地哀哑了一声 正欲气身 你们都没跟我说旺鸡来 我再喂一个汤碗 魏无羡笑道 没事 我来 无妨 蓝旺鸡摇了摇头 他的指节轻轻地将魏无羡的汤碗移了过来 就这魏无羡喝了一半的汤 尝了一口 三师弟葫芦喝汤的动作呛了一下 嗨 蓝旺鸡淡淡地看了眼那群 直勾勾地盯着他 拿着魏无羡的碗喝的少年们 抿了抿唇 转过脸认真道 谢谢师姐 汤很好喝 我也觉得师姐做的汤很好喝 魏无羡把汤碗挪过来 喝了一口 江城咔嚓咔嚓嚼嚼着藕片 懒得看他们俩 江燕丽笑道 你们这趟会在云梦待多久呀 魏无羡 等快到清潭会了再回姑苏吧 也好 那就多玩玩 江燕丽点头道 父亲出去了 大抵是这几日回来 母亲昨日才动身去的蓝铃 你们多待一会儿 莲花雾也多添些人气 魏无羡一听与紫渊出去了 心里也是暗暗地松了口气 心道总不至于在蓝旺鸡面前 胡闹被人抓去罚贵祠堂 不然那可实在是太丢人了 等着礼节 江燕丽问道 那我需要单独收拾一间屋子吗 蓝旺鸡 有劳师姐 魏无羡 哎呀 住我那房间就好了 蓝旺鸡捏了捏她的手 魏英 魏无羡格外不情愿 下意识地反手捏住了她的手指 卖乖讨好地道 蓝湛 住我房间了 好不好 大概她自己没有察觉 话语比往日软了三分 整个人眼巴巴地瞅着蓝旺鸡 眼睛乌黑发亮 蓝旺鸡唇半动了动 似乎有些动摇 魏无羡笑了一下 在桌下用指节挠了挠她的手心 声音滴滴漫漫 只有她俩能听到 二哥哥 就依我一次吗 她话音刚落 就发现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魏无羡反应过来后 脸皮子都燥热了起来 啪 魏无羡单手捂住了脸 江城鸡皮疙瘩起来一身 而江燕里捂住了嘴 笑得闷眼弯弯 六师弟低声难难道 这还是大师兄吗 我今天是不是没有看黄历出门 蓝旺鸡掌结微颤 直接扣住了魏无羡在桌下的手 他嘴角微微上扬 略意害手 好 依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